我希望在很多時候都有保持這樣創作的能力 其實我只是一個設計 謝謝 謝謝你 志坤 你只是一個設計 別寫這麼早 因為其實永遠沒有永遠 搞不好有一天 你會變成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恭喜你 志坤 然後我們接下來請簡博賢 博賢的作品 各位好 我是寫作寫很久了 我很喜歡寫詩跟對人這一類的東西 詩跟對人是在文學裡面 它是很精緻的一個題材 我覺得在簡訊文學裡面也是有這樣的一個特色 我自己寫這作作品的感想就是說 從生活上的經驗 還有因為我自己從事身輕人工作 常常會有一些人來問我一些個案的問題 還有一些教課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常常很多問題都是跟這個人際關係有關 對 就是我們常常找一些問題跟答案 那最後我感想就是這樣子過來 就覺得說所有答案還是回歸到我們自己身上 對 講得好 其實博賢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博賢我非常非常喜歡你的作品 事實上我把你這個作品評為冠軍 但是因為其他的評審不同意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呢 因為我曾經寫過同樣一句話給我的女朋友 劇情跟你完全一樣 我稍微有點差別 我寫的是 從你的身體上找答案我只找到問題 從我的身體上找答案我就找到答案 好 我那個也不成題懂啦 你這個比較高雅所以你得獎了 好 來 我們恭喜這三位得獎者得到今年的三獎 祝福你們 恭喜你們請先回座休息 我們接下來請小洪老師為我們頒發今年的二獎 二獎有兩位 我們看看是哪兩位得到生活筆記組的二獎 二獎 林紫薇 林紫薇 恭喜 還有一位 簡正寵 又是簡正寵 恭喜紫薇 好 紫薇現在是輔大社會系三年級的同學 好 那正寵 剛才大家已經認識她在補習班任教 她今年脫稿了六百則 這是你今天的第三個獎對不對 好 我們請紫薇先跟我們講幾句感言好嗎 看起來你對社會非常非常的憤怒 沒有很憤怒啊 可是就是現在還是學生啊 就是平常就有在討論很多議題啊 是 就是想要用學生的角度來批評一個教育體制 因為很多學生都會覺得現在身邊有很多問題 可是事實上大人就覺得家族問題都在學生身上 就有一個反思的角度去表達這個意思 真好 好 來 我們謝謝林紫薇 簡正寶 你要不要就搬個椅子坐在台上 我看你這樣上網這樣滿累的 恭喜你又得到了二獎 我看你得獎的作品 我這樣看起來你似乎得獎的作品 你的內容五花八能都不太一樣 所以要六百則啊 其實我覺得我今天會得獎 因為我突然長真眼 所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婚姻 所以我一直來的時候 我一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那我覺得其實夫妻之間 我在來之前我有寫了一段感言 這段感言是我自己寫給自己的 也就是說小智跟小茶 小智就是所愛寫小聰明 然後小茶就是明察一些小細節 這些東西是婚姻的強枕 所以我就寄給我的太太給她看 結果看了以後她說你寫得很好 結果我要去搭車上課的時候 她就轉身跟我說 那個小智跟小茶是誰啊 她問我說有很普遍嗎 我說我就去按電機我說不普遍啊 因為那是女士尊修裡面的內容 所以可能有點難了吧 但是我還是覺得 評審會給我這個獎 二獎這個一眼閉一隻就是婚姻 這個獎我想應該是因為 老師跟我一樣都心有七七焉吧 是是 你不要這樣講 我彌光仲老師的婚姻很幸福的 所以這個你看看 正從這個一眼閉一隻就是婚姻 跟剛才我們那個關志成大家還記得嗎 婚姻就像以前有兩個導遊都得獎 可惜我們台灣人婚姻都不太幸福 值得我們繼續努力 好我們恭喜林子維 謝謝 謝謝正從得到生活理事主的二獎 好請回座休息 謝謝我們請小黃老師我們頒發 緊張囉 簡訊文學組生活筆記類的首獎 好這位作者有一個很好的姓 叫做賀沛 恭喜賀沛 得到七萬元的大獎 哇這簡直是對 借過百年的一封另類的情書啊 好來豐沛 請跟我們聊聊妳得獎的感觸 各位真是很榮幸在這邊 今年是我第一次參加比賽 那跟簡老師不一樣 簡聖童老師不一樣 她有六百封 上來了三次 我投了六折 得了首獎 真的非常開心 我要跟妳問名牌 那個打擊率太差了 妳實在太厲害了 得了六折 中了七萬塊 哇 哥剛剛聽到那個生活筆記組裡面 從家座開始一直第三名第二名 旁邊都一直有人在歡呼 其實那是我的爸媽 因為這個都不是念到我的名字 我們看看爸媽 父媽媽父爸爸在哪裡 哇 七萬塊 而且後輩是第一次參賽 是第一次參賽 第一次出手啊 才六折啊 對 你看爸媽媽多開心 唉唷 來後輩妳繼續講 好的好的 我覺得今天這個比賽得獎 儘管是家座獎 對我都有很大的意義 是因為我請我爸媽一起來 館 管理 那因為我先生今天去加班 那還好他不是五星假 我也很高興 那這個我爸媽特別的有感觸 他因為不知道他今天要來幹嘛 我說我要去領獎 他說什麼獎 然後他來到現場 我要看到外面牆上的那些文字 那因為我外面是用別名 所以我大概偷偷跟他講一下 我用哪個別名 他說那不是我的字嗎 那不是我寫的嗎 我說不不不 這是我高中時候 我們老師在講台上講 我這邊跟大家 我還有時間嗎 沒有關係 通常沒有的 但是妳是手講 我能怎麼樣呢 謝謝 謝謝 我這邊跟大家這個報告一下 為什麼我會寫出這十二個字 其實我高中的時候 謝謝 這個是女兒是不是 我女兒 對 我那年還要考三民主義 我的大學聯考 我後來google了一下 現在已經不考三民主義了 那今年是建國百年 所以我今年想說 我要來卯足的鏡 來參加這個比賽 我就想說建國百年 革命尚未成功 好熟悉的字就浮現了 我就想起我高中 高三的時候 三民主義的老師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是念高雄女中 那三民主義的老師非常的嚴苛 那我們班是自然主 理工主的 所以我們三民主義其實都不大好 他每一次要發考驗說 你們這樣子對得起國父嗎 我們就想說 這個大家就有點不好意思了 可是大家就互相打氣 可是我們怎麼樣理化比較好一點 歷史地理就是比較差 怎麼背都背不起來 後來老師又來了 摩尼塔說 你看這個成績 革命尚未成功 他就示意要我們接下一句 我就在下面封出這一句 同志我看算了 哇 全班哄堂大笑 喔 原來有這個故事 是 有這個故事 因為我後來想起來 可是我爸今天說是他想的 我不跟他爭了 搶風搶風搶風 那個婦伯伯伯 今天女兒得獎 感受如何 我看你好開心喔 當然開心啦 我真是很開心 因為我以前也得手獎上來的 你也寫作 我不是 我一直從小學 也是 經常得手獎 喔 真的嗎 我不無全理 我不無全理才行 真的真的講 現在變成龍女 龍女 而且那個女兒這個外甥女也都 外甥女那真是 那是 現在是小龍女 小龍女 太好了 這個黑白白是做什麼的 我以前在當軍人 當軍人 我是海軍官友 是是是 那 幹船長 對 賀白白我告訴你 你當軍人 這個對於領袖一定最為忠貞 這個作品我們剛才有收到 國民黨的馬英九主席的關照 他覺得你女兒侮辱了國民黨的總理 不不不不 您從小應該也是受這樣的教育 怎麼可以容忍女兒寫這樣的東西呢 這個人其來有志 怎麼其來有志 這個東西有好多事情不能勉強 好多事情要隨緣 隨緣 隨其自然 所以我們不用很多人強求以後啊 後果都很淒慘 各位 到現在政治面也都是一樣 你要不要參加部分區立委 我覺得你滿有希望當選 太小看我了 太小看你 那你剛才選總統嗎 兩者就恭喜 賀白 賀白白 謝謝 恭喜恭喜 沒想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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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謝謝 一切順勢而為 沒有關係 一切順勢而為 下次下次下次 下次下次 你也來參加 謝謝 好 既然已經得獎賀賀佩 我看獎金就算了吧 留給我們 好 來掌聲恭喜賀美得到今年 生活 筆記組的首獎 剛才大家看到這一個家庭多麼的和樂